中總 你以為資源自換不給我現金嗎? 好吧,我來剪好影片,然後交給你,好嗎? 好… 這傢伙真是比我還要縮骨,真是賺錢 好難… 四嬌? 祖哥 沒有飯事了,祖哥,沒有菜炒給你吃 我不吃飯,我想問問你,你懂不懂手機剪接嗎? 當然懂,之前追星玩得很熟 那就對了,我們公司現在缺人手 你不如來我們公司做一個月的剪輯,我給你這個數 好,沒問題,那我先去跟媽媽說一聲 誰知就是你… 食叔,又唱又寫,真是 你們師伙局要搞演出嗎?何止演出這麼簡單? 這次我們師伙局要搞新意思 唉…你呀,心臟力見,錢銀無憂,生活無慮 又不憂這樣,又不憂那樣,還有這麼好的外號 你們公司做影視的嗎? 嗯… 這樣就對了,我給你一個早上值得的機會 我送給你,我們師伙局準備拍一個短的視頻 要很專業那一種,一方面留你做紀念 另一方面可以在朋友圈發下 即是雪糟送炭,成叔 成叔他人很爽的,我就給你五千元,好嗎? 一個星期你給我搞定它 沒問題…謝謝… 謝謝… 哼哼,得過五千元拍一條片 成本都收不回來,還要一個禮拜交貨 你這是拍的什麼? 你拍出這個東西,你毫無生氣,你曉得吧? 作業而已,也夠就行了 我給你出來拍一拍 你聽我說,我雖然是作家 但是我看過的電影都不下上千部 拍攝是非常講究的 你比方說這個用光啊,是吧? 警備的襯托呀 包括這個警生啊,取捨呀 這把用光留白 都其實你看你拍這個東西 然後… 我還沒說完啊,拍拍 哎呀呀呀呀呀,厲害了 作家你真是深藏不露 你剛才跟伯伯的那種點評我全部聽到了 有專家的風法 專業吧,終於碰上知音了 你現在等到機會了 什麼意思? 幫忙拍一條三分鐘長度的 形象宣傳片 知道嗎? 宣傳什麼? 成宿施火局紀念片 等等 沒問題 這樣就交給你了 等一下,射給人了 手機拍就行了 一個星期交貨,OK? 沒問題 錢 錢 錢 要做 等等 廖ิ 我們 找到 找到 暗視 你给我做个网评 别人不会知道的 即使被人发现了以后 这事我一人承担 这事只能你救得了我 帮得了我了 你放心 这个事情你知我知 天知地知 老祖啊 你确定这条就是 最后的成片 那没错啊 当然了我说你这个表情 我可以判断出来 如果说看不懂的话 没关系 我已经提前发给了专家内行看 是专家给这条片 有高度的评价 他说这条片子呢 可以说是拍出了这个 这个创新的理念 来 等会儿啊 来 你看 陈想会导演的这条片 拍摄手法新奇 在有限的市场里表达出一群 哪位呢 都是海外影视界 这个影视系的 这个知名的专家 专家这么高评价 那就是说明 我们的市伙局 还有很多合作的机会 诚书啊 关键一点就是 你对这条片 没不满意 那这专家都这么赚了 那当然 老子 辛苦啊 动行的人还是有啊 看来我还真有那么 专家做导演的天赋啊 一出手 这两千块钱就到手了 那最好啊拍什么呢 拍提示剑呢 我发现你们母子真是 对视频拍摄那简直是一脉相承啊 哎呀 人家孩子就教个作业 这要啥动感呀 你拉倒吧 我给你拍 你拍呀 你拍呀 你拍什么衣服都做 你你这拍了半天 拍的全都是按儿子的脚 这连个脸都没有 那孩子老师哪知道 是按儿子跳的呀 哎呀 你不懂艺术 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要进行 后期的制作 我还要剪辑 我还要调色 我后期做完了以后 交到学校 老师一看 我跟你说 那大开演技 那拜托你了 客气什么呀 不错啊 那你给我们好好剪剪啊 哇 吃 哎呀 阿光 你说你把那个镜头 装到这个地方 这个拍出来 拍到什么 一点都不美呀 我跟你说 你把那个镜头装到这个 哎 组组后边 这个叶子 通过这个叶子出来以后 它有一种 朦胧的美感 你这个人呢 真是傻了 未好回的 这个监控绿像头来的 这一瓶子蒙茶茶怎么做的 行了… 过去过去 别妨礙我做事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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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我 不送啊 不送 哎呦 哇這個鬼 鬼的龍丁喔 哦,有没有看出来啊,你还会做这个影视后期,还会剪视频啊 哈哈,不会出席吗? 啊,对了,陈老师,你上次呢,说教我这个,呃,写东西了,都已经讲了三年了 我跟你说,这个写作太被动了,老师现在都开始转型了,当导演了 来,那你开一下眼,这是我最近拍的短视频,陈叔的私货局,看这视频 哦,我看过了,喂,想不到呢,你还有这些技能啊,你又拍得挺好啊,那些手法,短短三分钟的影片呢,拍出个三个钟那么丰富啊 哎呀,你这个评价蛮深邃的啊,怪不得我们是同道中人啊 喂,老师,我发现你呢,真是非常之了不起啊,我服到你五体投敌 哎呀,为了表示我对你的感激呢,我趁着这个,我在这里炒肝的,烘龟 再送多杯咖啡给你又怎么玩啊 嗯,你话说话啦,你究竟什么时候教我死亡啊 哎呀,这个要慢慢来嘛,以后以不以个脚印,来日方长 好好啊,咖啡呢,我就不喝了,好吗,我先回去了 白晒的东西,浪费我的时间 哎,哎,老庄,来了 你不是想学写作吗 哦,是,是,怎么样 看看 为什么去少年儿童动物故事会呢 我跟你说,这本书可不得了,这不是普通的故事会,这是合定版的 如果说你写的故事,跟这里边的水平差不多的话 你就可以给你那些明星们写剧本啦 是吗 那我就给你贯数一下 这个,后期制作呢,一定要和这个经典音乐,有机的结合起来 哎,我再给你讲讲,这个经典音乐在影视里边的成功范例 你比方说这段音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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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等等,什么来的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地道站鬼子进村嘛,还有啊 哎,哎,等等,这个又是什么作品来的 哎呀,印度电影流浪者之歌嘛,这音乐多经典啊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跟我讲,什么中外的音乐,什么古典 原来是这个啊 不对,我是说,让你发散思维 你呢,以后再剪片子的时候还是说,你做… 喂,作道,哈哈… 你那么准时的,然后应该好敬业啊 欸,��,祖哥,你们� occurred啦,是吧 那你们慢慢 Tit,我开这个 哎,对不起,你坐下,这个事情二sten跟你有关系啊 因为我和作道nahme 合作的這個項目 你是負責後期的展節 和老座合作? 不錯的交流一下 對… 看到 必須你交流一下 你說怎麼交流 這次我們接的這段影片 是人物的紀念片 就是有一個老人家 年紀越來越大 記性越來越差 他又喜歡說故事 現在我受他的孫委託 幫這個老人家拍一段影片 記錄一下他說的故事 日常生活 萬一他以後 教學西去的時候 他們家人就可以拿這段影片 作為一個紀念 你只要給我來做 絕對沒錯 所以這個時候 四嬌就要負責後期的剪接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說的都是小事情 你把聯繫的人發給我 我趕緊和人家聯繫 我回去以後要做好準備 好不好 好好好 副驕傲 告訴你不要驕傲 老師還是你的老師 小的吧 收到 放這杯來了 好嘞 那我就先走了 好嘞 謝謝 再見 祖哥 你真的要跟老作合作嗎 他門外看來的 哎呀 你管他門外也好 門外也好 總之他拍到影片交給我就可以了 你知不知道 現在在外面請專業導演很貴 我哪有這麼多錢 對吧 再說 阿作道 他是網上有高評價 他又肯低價地接我的項目 何樂而不為 哎呀 網上的評價 可以請水君的嘛 而且 他連重點在哪裡都不知道 正一中草藥 說得就說 他都不知道拍什麼 答什麼 到時拍出來 那不就只會弄壞個口碑 所以 這個時候 你的重要性就來了 對吧 正所謂一個好導演 不如神後期 你幫他撿正他 剪定他 就等於救了老作 你不知你現在 就幫我哄定他 讚他 幫我留下這個平價導演 OK 那就是說 錢又不夠 水平又不夠 就要靠說好話來臭 對嗎 沒有臭 食物 我先走了 好 做歌 竟然還是要捧老作做導演 還要叫我負責後期撿手尾 一個搞年齡其事 一個半筒相 還要我哄老作開心 這個簡直是心理和精神 他雙重剝削 既然要我捧他 好 我就捧他極 好 陳老師好 你來幹什麼 有事啊 我來打算和你商量一下 影片究竟有什麼想法 可以方便我們日後的合作 好嗎 來來來來 請進 請進 來來來坐下 你來得正好 來看看看看 好厲害 好厲害 不是我還什麼都沒說呢 就好什麼 雖然你什麼都沒說 但我已經很感受到一個很無烈的人民關懷 就好像我已經忘穿了這個人物的一生 跟他的靈魂交流 大師 古人大師 小鬼 我只是在門案裡問他 每天早上 平時幾點起床 足夠了 百度之間 有時候這些 四兩撥千斤的一文 就已經包含太多了 作道果然是作道 知音難滅 不是啊 我覺得你已經到達了這個 雅族共賞的地步 不然你一會出門去問一下 那些街坊 不知幾喜歡你拍的視頻 真的啊 嗯 這個事情看來不要太髒了 因為我雖然是有點小彩 可是剛剛轉型 還是低調的 好 還好 謝謝 呃 我 我自己也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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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不说 这个艺术是无价的 提前嘛就没意思了 还死掉 又拿这个作品出来说呢 对不对 走吧 拿个手机 好好好 小蓉姐 你有视频呢 你看过没有 哪个 就是这个 太有艺术感了 天哪 找这么大就没看过这么酷炫的视频 你瞅瞅 你看把这几个老头拍的 生怒活活的 太好看了 这是谁拍的啊 喂 喂 这拍的什么鬼 这样的拍摄水瓶 哇 这些拍摄水瓶 当然是大导演 诶 诶 诶 安哲可是帮你养好戏 快回家 你不演什么戏 没有 脆红姐 只不过说 视频里的一个阿伯的戏很好 这个动演真是厉害 对了 诶诶 你认识她吗 我当然不认识她 但是她就即将成为我们昌盛街的名人 昌盛 不是啊 我们昌盛街除了阿祖 还有人搞英事 这个后起之秀 还是这个跨界人士 跨界人士 那你继续忙 我们下次再谈 拜拜 看到的啦 你的作品阿祖共赏的 哎呀 既然街坊们对我这个艺术水准这么认可 是不是啊 我确确实实的需要认真真地完成好眼前的作品 当然啦 你现在是堂堂正正的艺术家来的嘛 身价不比以前的啦 对 是 我确实需要提高下我的身家 没错啦 最好呢 就立即和阿祖哥签奉合约 正正式式地成为一名正式的导演 要行正规流程的嘛 哎呀 你提醒的太急死啦 我现在就应该去找他 好了 是不是很惊喜呢 我帮你加了一千元的 一共三千元一次过付证 我现在就值三千块 你的理想是多少 三万块钱 三万 我上次拍了三分钟 你给了我两千 这次呢 大拳套一系列 至少不低于三十分钟吧 我要你三万不多啦 你没理由在我面前坐地起架的 我绝对比我坐地起架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到底记不记吧 你只是责我 如果我不给你机会 你不给平台你 你哪有机会拍摄给人看啊 发梦啦你 好 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那我这是为你工作的 我不是摆拿你钱的 哇 不怕跟你讲得明白的 其实这条片呢 就因为烂了尾 所以要找一个平价的导演 去执这个首尾 那我找来找去呢 只有你在最便宜的 所以呢我就找你来做 你做就做 你不做就过住了 终于说实话了 你就知道我有这个能力 给你收拾残局 能给你干好这个烂尾 所以说 请你尊重下我的价值好不好 你的价值啊 就是吃自己啦 不知道呢 这件事 你做就做 你不做就过住 哎呀 这炮他两个浪头 他真是走的 糟了 那这个首尾是谁去收拾啊 难道我啊